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又是向左望的节目时间 我想大家在7月的时候 最主要的节目都是看球 看世界杯 因应今集的节目 我们今天请了特别嘉宾就是李俊荣 很简单的节目介绍 我叫李俊荣 我叫阿荣 理解可以为我是一个球迷 一个关心经济运动的人 我想我最主要认识荣除了是同事之外 我想他也很关心香港球坛的一些状况 例如教祖之前有一个 其实我记得你也有搞过一些运动 是关注本地球坛的一些不公平现象 可不可以很简单说一句 是吗 很不像 足球 上年东亚杯外围赛的 外判香港队事件 除了足球之外 还有柔道之类之类 阿祥姆都有支持过 那些事情 也有牵涉其中 明白 其实我接触到一个女士 就是一位香港现在的居民 现在已经是香港的居民 而是在网球坛 都试过在ATP那里赢过的男士 他就很不满这个网总 他也是做教练 他没有什么要做 又很不满 但因为太忙了 找不到那张卡片 如果大家看到 或者现在他老婆看到 就叫他快点打电话找我 因为他要揭露网总的居民 那种居民的情况 我游赌也不用说 游赌也非常之邋遢 整个过程就是奥委会旗下的属会 是濫用公帑 濫用公权去将它变成私器 这就非常之差 所以我想 除了是这些和本地的体坛里面 一些可能大家以为看一场比赛 只是球员之间互相比赛的一个部分之外 其实我想大家可能都要想一想 就是这群球员背后 他们的一些辛酸 甚至是他们可能受到一些高层的压迫 一些鲜为人之的事 都希望在将来我们的节目里面 都能够向大家说久一点 或者言归正传 都会说回这个世界杯 那今集我其实很清残 因为我其实都不是一个很合格的投迷 所以that's why 今集我请了荣尼 最主要我想都开了个头先 如果你说今集世界杯 很多人捧的一些热门队伍 巴西又或者英国 相计就输了 除了令到很多球迷伤心之外 其实你在整个过程里面 因为我知道你其实都有在英国读书 其实你都会观察到些什么现象呢 从何说起呢 如果你从这个是一个第一届在非洲的世界杯 说起的话 那不如说呼呼善勒 就是呼呼善勒 大家平时看其他欧洲的赛事 你不会听到呼呼善勒的声 接着去到南非呼呼善勒的声 究竟是一个噪音的一个民族 或者一个南非的一个特色 就是其实去年 周制国家杯的时候 已经在说这个问题 就是说是否太大声 吵着一些人在球场上叫 提长听不到 或者那些电视的转播 有那个转播权的电视台 就说太吵了 之而此都会令到球迷不想看 这个说法其实是很可惡的 因为其实你把这个世界杯 带到一个新的国家 一个南非 我们所有人全球看的人 其实就应该去接受 或者去理解 或者欣赏一下 他当地的一个球迷的文化 就是吹呼呼声 你觉得他难听也好 好听也好 那英国的球迷 就是唱歌全部粗口 问球人妈妈之类 甚至可以说球迷是同性戀 那为什么我们又可以接受到呢 那为什么呼呼声尔的草音 也不能接受到呢 其实从这件事看到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从一个 比较西方 或者西欧比较中心的角度去看 这一次的世界杯好 如果呼呼声尔事件来说 其实还没摆脱到这件事 这个就是非洲世界第一次 搞世界杯 这个特别要留意到的事情 这个场外的事情 我明白 那你怎么看呢 那每一届世界杯 你觉得是什么 玩狼啊 是不是 就是你 每一届世界杯 去到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的文化 就会融入了世界杯 那问题就是 现在我们看世界杯 除了现场看之外 就在大众传媒 看下大众传媒 看下大众传媒 更加有它的逻辑 是吧 就是看下就是要 非常有点善情 是吧 那你看 你看看有线世界杯 那它其实 不是在播足球的时间 多于播足球 那些什么 你走去一个欧洲的心臟的地区 去那些习惯 你敢说它不对 没有的 是不是 就是等于 现在个人都说 那波是不行的 那波是不行的 因为很迟才被人试 而且那波是出奇飘 那这个就是 世界杯商机的一个反应 每一届都做了一个新波出来 给大家去买 或者做一些新波 新波呢 也是的 因为那波要好看 因为你拍到的波 你踢过就知道了 它这里是特别窄的 现在我买一杯都买不到的 特别窄 因为它似着皮鞋 要好看 第二 就是因为要薄 保护不到脚这些软骨 一踩下去就滚了 当然 作为足球员 对鞋轻一点是好一点的 贴一点是好一点的 这是事实来的 但是要不需要搞到这样呢 就一定不需要的 这个世界杯 作为一个城市所谓 其实已经是充满了商业的因素 即是说 如果世界杯一商业化 很多 就是很多体育里面的一些 固有价值 或者一些 其实一个运动员 应该尊重的一些价值 都慢慢 因为这样的原因 而被牺牲 或者被轻视 是不是这样说 那当然了 阿哥 这么大生意 那你搞球 就是因为 全球化的赌盘太大 你 一场都已经够费了 所以 现在 整个 做球 根本 跟以前不同 以前是整队 国家队去卖 整队国家队说 这场球我输给你 他就收那些奖金而已 现在是他自己踢输了去买 那是两回事 所以那是很少成队做的 我告诉你 第一容易捉 第二 就是我根本都不用你给钱我 那彩池这么大 那固埔交易 你想想 只是广东一省 他赌卖的钱多少 现在有中国人赌 一定是特别多赌 长长有走地盘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即在赌场 你还在猜 下一分钟是怎样的 根本已经变成了一个活动 casino 就是你看到 所以其实 现在世界杯 非常之平淡 变成一个festival 如果这个festival 好还是不好 这个当然是可以去争 即是说它变成一个festival 但这个festival 其实是商业 还有是博彩 不是一个真正的festival 你看到很纷纷 我昨天睡不着 就去看回以前的世界杯 我真的看过以前好提很多 为什么呢 以前的技术真的好些 现在全部是什么呢 Efficiency 效率 就牺牲了什么呢 足球里面的部分 就是个人的色彩和技术 你觉得是否真的身不如旧 所有东西都身不如旧 基本上 无论在任何领域里面所说 其实 我没有长毛那么老资格 很难说是否身不如旧 也不是的 其实你说巴西队 它是曾经82年和86年都好看的 这种新的方式 我看这么多巴西队 当然我都没够年老 看到1958年那一队 但我就是看片 其实它基本上是一样 随着时代不同 球队不同 球衣不同 比赛制度不同 草地不同 这些确确是有更新的 但问题 有关键是什么呢 如果你想拿世界队去判军的时候 你是不能够用一勇的方法去拿 这个就是关键 因为其实以前 就是巴西队我是这么踢的 你 他经常说 我进得多过你 这个就是风格 现在不是的 巴西队 我输得少过你 巴西队已经是 不是以前那队 好了 或者这节节目时间 到这一档 我们下一节再见